各位先生好 又是我Candy雷文 和大家吃一些馬場花生 看看有沒有騎練速報 呂健威星期五日 只有三隻馬上陣 剛剛贏了一隻轉倉馬的陽明滿滿 究竟呂健威出三隻是否行徵兵制 其中第二場三班千二米 莫雷拉連續騎了幾隻的勝利風範 一直都不放手 這次是拉叔第四次騎這隻馬 但是這隻馬升了三班之後 都還未可以再贏到頭馬 莫雷拉又很重視這隻馬 聽聽呂健威對這隻勝利風範 有些什麼說 呂健威波麦就是這樣說 他說 今次賽事三班千二米 拆了兩組 莫雷拉預訂的一隻馬 剛剛就編了另一組 所以可以再幫這隻勝利風範 上陣這樣說 呂健威拆解了這個謎團 為什麼拉叔繼續騎這隻馬 他說這隻馬上季在四班 其實在這個路程 撿了兩劑 認真身體好 看起來呂健威覺得姿態 就贏得都很輕鬆 但是不過 他說他升了上三班 只是整天都跑得近 但是又不能克服到三班 那麼呂健威就是認為 他說證明這隻馬在這個班 只是足夠應付 就不是一隻超班馬 這樣說 不知道各位師兄 信不信呂健威這樣說 那麼呂健威又分析一下這場馬 他說幸好這隻勝利風範 狀態和演出來說 都是屬於穩定的馬 他又再說 他說始終這隻馬 都是一隻四歲馬 應該還有進步的空間 他說希望配合到拉叔速式的騎工 希望可以贏到今季第一場的頭馬 大家一看牌位表 一看下去第二場三班千二 一二三四五六七 數到得十一 只有十一隻 呂健威拆了組 莫雷拉騎回勝利風範 這隻勝利風範 今天撿過磅位又不是重 都是一二六磅 但是這隻馬都幾欠運 在連續第三次的沙田撿檔位 前一次撿十三檔 跑過第五 上次又撿過九檔 跑過第三 今天又撿過十一檔 究竟會跑成怎樣呢 這場馬小弟一看下去 真真正正你說今季 除非你說有些沒什麼實力的馬 其實你說對手方面 好像那些國取所需 季內有個表現的 好像極速前進加州多寶 還有一隻鎮山寶 呂健威就說這隻馬質素 就未必是這麼高 但是還有進步空間 呂健威就解釋了給大家聽 為何莫雷拉第四次都騎這隻勝利風範 至於投不投注這隻勝利風範 各位都要去排位表去量度一下 各位師兄好 我Candy Layman 和大家吃馬場花生 看看有沒有騎煉訪問 和大家出報速報 今天還有些事要和大家看一看 馬會的投注站 暫時就說 飛賽馬日 就不會再開著 直至另行通告 馬場投注站 都不會再開著 避免各位師兄白閒一趟 希望各位師兄留意一下 徐宇石馬房 今天尾場三班千四米 有一隻專一的馬 大家都記得 第一場已經是 剷進來近 這隻專一 兩次都是由潘先生拆騎 但是今天為什麼 潘頓不騎這隻專一 原來是因為潘頓 一早就預訂了 要騎民家梁馬房的歡樂小智 這隻專一 今次換到由 李敬國這位冷殺手 執姜 其實是徐宇石這隻 四歲愛爾蘭的自購馬 只跑過兩場 看看徐宇石打咪 怎麼說這隻專一 他說專一在香港 跑過兩劑 一劑就千四 一劑就千六 他說其實這隻專一 兩劑都比較失運 為什麼呢 因為兩次都受到有阻礙 第一次潘頓先生 拆騎 臨場 駱菲 小弟都記得他 跑過第四 上場 跑過第八 但是輸三個馬位 差不多 徐宇石就說 這隻專一 認真 沒什麼運氣 兩劑都受到劑阻 他說上次在直路上 根本都沒有全力思維過這隻專一 他說 加上 千六米路程 是可能會稍長 對這隻專一 男人就說不怕長 那隻馬不夠氣 路程就稍長 就算 如果不是沒有位 未能全力思維 就算是有空位上來的話 他都未必可以交到良好的後勁 這樣說 可能攤牆了 那隻馬衝得沒有那麼勁 徐宇石說 所以他看到是這樣 這次突然回來縮龍勝村 縮回來千四米上陣 即是產入四年環跑第四個劑 他相信會對這隻專一會有更有利的發揮 其實徐宇石就說 其實專一這隻馬兩戰的走勢都是不錯的 他說側身馬仍然保持到進步 現在的狀態他都覺得是理想的 他說金劑不可以交給潘頓拆騎 但是找到利勁國也都一直有好表現 徐宇石和利勁國那些電訊火箭都拼命 他說希望這隻專一可以有一個好的成績回來 小弟未能量到這場馬 一看下去就不用看那麼多 一看到有廣陵王 上場就失望 前場就殺車 這隻馬在已經是一隻其中的對手 還有那些季來都有一些表現接近的 好像紀理紅星 歡樂小子 大眾歡呼 阿摩那些好運 蔣金大王 陸上飛池 還有苗裡得的鑽瘡馬 快樂實在 總之編得在第十場 總之都是形勢均勻 還有方仔的星雲明雀 這隻專一徐宇石就說 嚴長縮回來千四 雖然潘頓就選了一隻歡樂小子 但是用到利勁國 這隻馬就撿過檔位 就不是幾理想 金劑就撿到十四檔 這一場馬實力馬 認真是多的 各位 看看徐宇石這樣說 各位投不投主 這隻專一的 各位師兄都要去量一量 各位師兄好 今天我是Candy雷文 和大家吃點馬場花生 看看有沒有騎煉速報 今天跑九場三班千四米 徐宇石馬房 那隻雲泥福星 這隻馬 就上陣以來 六戰上陣 一個獎金都未收到 徐宇石拼咪 就說這隻雲泥福星 其實上程是受到阻礙的 他就這樣說 他說運來福星 上劑撿過檔 比較理想 撿過三檔 所以第一劑 就見到這隻馬 撿過三檔 好檔 就見到有些前速 沿途是咬得住個好位 但是可惜 可惜末段 在馬群入面 是嚴重受阻 徐宇石說的 不是我雷文說的 他說 所以搞到埋門的時候 根本就未能發力 這隻馬 其實上將真的有些受阻 只不過是輸給那隻 長長精彩 升班都能入到 以及行星夢 順利好像打保齡球 就補中那隻馬 輸四個馬位左右 徐宇石拼咪的時候 就這樣說 他說雖然 上一次 不可以保證 就算是全程唱順 是一定可以跑到 前列的位置 但是上次跑過第八 就肯定反映不到 這隻混尼復星的真正實力 這樣說 他說這隻混尼復星 其實已經是漸漸有進步 這樣說 他說上次撿過三檔 但是今次撿過五檔 也是不錯的 他說希望可以爭取到好的形勢 他說如果有好的形勢相助一下 他說絕對有條件 是跑得理想的名次 這樣說 大家都看一看 上次這隻混尼復星 徐宇石說 沿途有點受阻之下 跑過第八 跑過第八 回來輸四個馬位 他說未必一定說 不阻就剷進來 但是呢 今次撿過五檔 應該都會有一個理想名次 第七行不行 第六行不行 第五行不行 第四連環行不行 徐宇石當然沒有這樣說 運來復星跑過119磅 用他的懶殺手利勁國去拆騎 上次這隻馬是由波見史拆騎 今次由波見史換到利勁國 撿過五檔 看看徐宇石說 希望這隻馬仍然有個漂亮檔位 可以有個理想名次 至於投不投注這隻混尼復星 當然各位師兄自己去量度一下